勇者辛梅尔死后28年 北方诸国蒂克地区 弗利连三人在暴风雪中迷路了 在进入修维亚山脉前 遇难的话就糟了 弗利连说完 飞轮便用力要晃昏过去的修塔尔克 让他快醒醒 现在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超大的江国盛代 是这么小的吗 昏厥的修塔尔克口齿不清地呢喃着 飞轮只好扛起他继续前进 因为弗利连说 这种天气下用魔法搬运多半会被吹飞 扛着修塔尔克的飞轮边走边抱怨 这家伙为什么会这么重 却不料昏厥中的修塔尔克 竟嘟囔起了真好闻 于是飞轮询问弗利连 可不可以把这家伙就丢在这 弗利连则让他再忍耐一下 自己记得山脚旁边应该有个避难小屋 结果立刻被飞轮质疑 80年前的事真的靠谱吗 事实证明 避难小屋确实还在 看起来像是有人定期管理这里 并且像在屋里还有人的气息 弗利连打开门 率先看到的是赤裸的上身 一边做运动 一边大喊不错不错 暖和起来了的精灵大汉 弗利连礼貌地和精灵大汉打招呼 并打算迈进小屋 却不料飞轮突然把他拽了出来 还顺势关上了门 弗利连大人 看来这里是不行了 我们找别的地方吧 飞轮十分认真地说着 这让弗利连颇为疑惑 询问飞轮为什么 并得到了因为里面有个变态的回答 就在此时 精灵大汉打开了门 自言自语地抱怨自己被当成了变态 飞轮则立刻拽起弗利连离开 嗯 等一下 你是精灵吗 就这样 在精灵大汉的挽留下 三人进入了小屋 飞轮用魔法生火帮助精灵大汉 轰衣服 精灵大汉则告诉弗利连 自己三百年没见过童族 随后二人聊起了精灵 他们都以为童族已经灭绝了 小姑娘生的火帮大忙了 十分感谢 太幸运了 竟然能在这种地方遇到魔法使 这是女神大人的指引 虽然我成功翻过了秀维亚山脉 但我的火种 因为这场暴风雪而熄灭了 没有火种的我 只能在冰冷的小屋里 靠坐深蹲来取暖 维持自己的生命 对于精灵大汉莫名其妙的形容 不知是否真听懂了的弗利连 说了句原来如此 菲伦则直言完全听不懂 随后众人进行了自我介绍 精灵大汉名为克拉福特 是一名武僧 听说弗利连三人要去魂眠之地 寻找天国 克拉福特不禁感叹 他们的虔诚令人尊敬 弗利连则表示 我们也只是半信半疑 就在此时 菲伦突然提醒他 休塔尔克的体温越来越低了 于是大家开始想办法 为休塔尔克加热 发生什么了 我现在在哪 身体感到暖暖的 好像有暴风雪 体温渐渐回升的休塔尔克 从昏厥中苏醒 随即立刻发现 被窝里有个半裸大汉贴着自己 吓得休塔尔克大喊 这大叔是谁 结果被一旁和菲伦抱团取暖的 弗利连吐槽好吵 克拉福特也颇为不爽地斥责休塔尔克 说自己明明好心 用身体帮他取暖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态度 身体 大叔你身体很棒 休塔尔克一边观察 克拉福特的身体 一边认真的评价 这让菲伦不禁怀疑起了什么 于是休塔尔克连忙解释说 自己并不是那种意思 我是说 大叔你把身体锻炼得很棒 你非常强大的吧 话说 大叔你谁 面对休塔尔克的询问 克拉福特再次进行了自我介绍 休塔尔克则表示 自己虽然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想必一定是位赫赫有名的武僧 听了这话 克拉福特的脸上 闪过了一丝无奈的身上 随后穿上已经烘干的衣服 让刚缓过来的休塔尔克 暂时先在这里休息 拜托弗力连和飞轮 帮忙搬运一下 自己货车里的食物 能遇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这些已经冻住的食材 看起来也能解冻了 不用客气 尽管用吧 克拉福特慷慨地分享 自己携带的丰富食材 弗力连也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尝试翻阅休威利亚山脉等于自杀 因此决定在此赞助一段时间 随后与克拉福特一同 将食材搬进小屋 路上 克拉福特询问弗力连 有没有听说过自己 但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随后坦诚地表示 自己确实也完全没听说过弗力连 这让飞轮十分意外 告诉克拉福特 弗力连是勇者一行的魔法使 但克拉福特对此 却并没有什么反应 那在此之前呢 克拉福特的问题 令飞轮不知说什么好 弗力连则反问他想表达什么 对此 克拉福特的回答是 我是说 我们都是精灵啊 就这样 克拉福特与弗力连三人 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他们在小屋里 着急相处 各司其职 关系还算融洽 不知不觉间 北京漫长的冬天 就要过去了 克拉福特在森林中边雕刻 边对弗力连感叹 这近半年的生活 说多亏了他们三哥的帮助 自己才能平安度过 随后将雕刻完的自己同款吊坠 递给弗力连 让他把这个交给飞轮 还夸飞轮是个十分虔诚的好孩子 从未忘记对女神大人的感恩 这或许是因为被僧侣带搭的缘故 克拉福特为什么会相信 女神大人的存在 弗力连完全不相信呢 除了最初的神话时代以外 创世的女神大人在这个世界的历史长河中 从未出现过一次 真是年轻啊 我以前也这么想的 但现在 打从心底相信女神大人的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会很困扰 无论是我所成就的伪业还是正义 知道的人们都早已死去了 所以 等我死后前往天国的时候 想必女神大人会好好夸奖我一番 对我说 你很努力了啊 克拉福特 你的一生真是精彩绝伦啊 你明白了吧 弗力连 无法被任何人记住自己活过的痕迹 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至今为止 我们走过了漫长的旅程 克拉福特无奈地感慨着 语气中充满了悲伤 站在对面的弗力连却表示 这不过是他们精灵的一厢情愿罢了 对此 克拉福特只能苦笑 也是啊 弗力连 那天国的存在也是一厢情愿吗 这样吧 说下你自己 我也会跟你聊聊我 既然你不相信女神大人的存在 那我就代替她好好夸奖你一番 克拉福特温柔地说着 她的话则让弗力连想起了海塔 与辛梅尔一同冒险的时候 四个人路过了一个村子 海塔为村子的孤儿院捐赠了负兴资金 这让弗力连颇为意外 并在辛梅尔艾泽陪孤儿玩耍的时候 和海塔聊了起来 海塔告诉弗力连 自己曾经也是孤儿 还说女神大人 一定会对活得清澈正直的自己赞不绝口 结果立刻遭到弗力连的吐槽 说什么罪话呢 你这个酒肉丧吐 弗力连 对你来说 有能够夸奖自己的人存在吗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好像不相信女神大人的存在 所以 如果你和我聊下你自己 我会代替女神大人来夸奖你 我只是懒散地活到现在而已 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地方 明明一直维持着魔力限制的状态 在我看来 这就像是偶心沥血的努力 对魔法坚持不懈的钻研 所换来的祝福一般 发现魔力限制被察觉 弗力连颇为意外 海塔则无奈地表示 大家已经一起旅行几年了 于是弗力连告诉她 自己的过往十分无趣 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海塔却表示没关系 这种故事也有助于后世学习 还说自己的孩子 说不定也会成为魔法使 并在被弗力连提醒 僧侣要单身一辈子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弗力连的思绪 从过去拉回了现实 看着眼前和海塔一样 提出要替女神夸奖她的克拉福特 弗力连不禁吐槽 为什么侍奉女神大人的人 总是些奇怪的家伙 随后拒绝了克拉福特 理由是 已经有别人夸奖过自己了 正啊 你有位很棒的朋友呢 弗力连 要好好珍惜哦 克拉福特微笑着说着 弗力连本想告诉她 这位朋友已经不在了 但说了一半 便收回了这句话 改口说她现在在天国 那么你们总有一天会再见的 也是呢 不久后 弗力连一醒 告别了向相反方向前进的克拉福特 弗力连 我不认为 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几百年以后再会